金門記者李俊榮 今天要帶您來賞味 軍人便當 蒜頭 辣椒倒入油鍋爆香 再加進蛋 肉絲 大把高麗菜絲 最後和泡麵拌炒收乾 香氣十足 這可是當年金門最火紅的 軍人便當 有一個阿兵哥要來家裡吃炒麵 那時候都是炒油麵 結果呢 那邊家裡已經都炒完了 那個阿兵哥家吃飯他說不一樣 便利油麵剛好賣完 誤打誤撞 拿出泡麵讓軍人衝擊 竟意外炒出好滋味 一炒就是三十五年 我女兒就叫我說 你幫我拿兩包炒泡麵 那個泡麵給我 我就拿到廚安賣 他就把那個麵 先用水燙好 然後再把它炒 結果阿兵哥吃下去了 隔天又來了 說老闆我要吃昨天那個麵 早期金門物資缺乏 老闆不惜成本 就是要讓阿兵哥吃得健康 炒泡麵色香味俱全 不只有飽足感 熱量 營養也全顧到 只要銅板架就能品嘗 他有把這個泡麵的味道炒出來 那我覺得很道地 吃起來口感很好 老闆懷念的還有這一位 金門特有蔥狗蛋 以前都是用蛋餅 後來去變化說 裡面再加一條熱格 加一個蛋把它包起來 蔥油餅包進蛋和熱格後 捲起來淋上特製甜辣醬 成本五十元油找 也是饕客來到金門必吃美食 阿兵哥他戰衛兵嘛 下哨肚子餓啊 他們一戰好像一個人 今天還要兩小時 就是打電話來自下要訂宵夜 夫婦兩人常常忙到半夜 都還沒有辦法關火休息 但他們的臉上卻不見疲態 一方水土創造一方飲食 炒泡麵不只是寒冬中 束手在前線國軍弟兄的難忘回憶 也是饕客來金門 不能錯過的戰地美食